有没有黄金啊 有没有黄金 在火晓英眼里 回收的资源不只是黄金 更可以化为爱心 华丹出圣别人休息 他无休 一年来传遍大街小巷 哈喽老板娘 白生啊 今天有没有黄金集啊 有啊 在哪里 在门外 谢谢感恩你 我知道他这里有的黄金 是留给我 别人不会拿走 反正我这边都是留给你的 他的爱心真的满满 第一次我很感动 来说他都问我 你是不是小鹰啊 我说是啊 你怎么知道是小鹰 他就知道是奥华 就是奥华家 就一个传一个 他是白天带着小孩 然后往上的话 过来是一点多 已经很晚了 有时候我看到他 坐在我那个桌子 跟蹦子上面 都会这样拖着那个下巴 看到他的样子是很困的 但是他也坚持下来 每天都坚持过来 这个可以绑的 这个可以 环保世工不分昼夜 我们这帮人都被他震撼了 因为你说一天 一个礼拜一个月 那是很多人都做得到 但是持续性的 风影无阻的 这种先爱心 去帮助别人的这种精神 的确是很能感应的 最开始之前 是邻居们有很多不理解 甚至也被投诉过 就是因为妈妈 每天都查着厚厚的 慈禁面霜 然后每天都说很多好话 慢慢地很清楚理解 甚至还有邻居 他们就现在就已经 自动自觉地 把分裂好的物资拿下来给我们 刚开始我们作为子女 其实也会有不舍 也会有担心 爱护自己 做自己想想救救车 是对的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好棒的 人生也是短暂的 你过了一秒就没有一秒 所以要懂得把握当上 孩子们不用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 所以我要度无量重伤 人人是奇迹人 人人都是玩饱不上 侯晓英天天发好愿 活得越老越精彩 戴新闻知识美之工 齐海东 朱旭辉 广东报导 朱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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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旭辉